你还继续这样吗 你觉得对吗 对 不对啊 老师们说的对吧 心里有个坎儿没过去 还都是爱的 不爱也就不在乎了 你爱干嘛干嘛去 对吧 两个人也还都是想把家里的日子过好 对不对 所以他才着急说 哎呀你不能这么干 你这个家伙你不懂我必须这么干 对不对 怎么办呢 做事慢半排 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以后在家里 就是在当着外人的时候 多给他的一些面子 家里的事共同商量一下 好好的过吧 好吗 还压抑吗 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 你这样 你直接去亲他一下 然后回来你就不压抑了 试一下 是啊 勇敢一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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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听听他们能说出什么话来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年 老婆 其实从第一天跟你相见的喜欢到我们一次结婚到现在 其实我一直爱着你的 就是在这个钱方面 我们一定要量力还行 要发的有加持 我们一起努力 把这个生意做好 好吧 只要你努力赚钱 我到时候我也改一改我的平息吧 没了 哎呀 亮灯 不让你发火 你还真不会说话了 两位请回吧 来请关门 请关门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 谢谢 老婆 别着急 我还有一句话要说 药保湿 亦被湿 来吧 时间给你们吧 我们一起见证吧 老婆 这么多年 其实 一次也辛苦你了 你这么多小孩 就是你一个人把他带大 辛苦你了 快 我爱你 你听一个 听一个 请亮灯 推开一个家庭的窗户 你可以看到真实情况的时候 像这样 锅勺碰锅盐的事 多了去了 如何很好地化解它 是需要智慧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这样的平凡夫妻 能够有勇气 走上我们这个舞台 为我们揭示他们家的那点小琐事 这样就让我们的老师们 有机会 就着他们的事 跟大家做这种家庭关系的分享